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阳光照片背景位置大火后 文旅主动出击 网友纷纷去打牌 端午安康 王一博发布久违的亮片后 一时间吸引了围观人群 杭州西西湿地公园的背景位置 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当天西西湿地官博主动声称 转发王一博的龙州微博后 就知道原来是这里 转眼第二天王一博后台定位 就有很多游客涌入打牌 王一博的人气有点高 真的不是吹 如今的杭州 很多人都是在机缘巧合下 没想到这次终于知道王一博去了哪里 有不少人在了解了背景地点后就过来了 打好地点后 也有不少人开始接手 王一博有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玩水漂 只要看到有水的地方 他就会不自觉地找小石头玩水漂 细心的网友来打卡 还不忘找了一圈小石头 发现那里的环境打扫得很干净 粉丝们真的很了解王一博 同时 王一博所到之处难免会受到主流关注 显然当地文旅特别喜欢这个顶级流量过来打牌 毕竟用知名度瞬间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火爆 从王一博拍摄《长空之王》开始 拍摄的文旅就笔带拍及时 公开表示欢迎 还冲上了热搜 让大家瞬间注意到了王一博此行 但还要注意西北各地的风土人情 这位被主流喜欢的艺人 确实是在用实际影响力拓宽太多行业的发展 作为洛阳当地的文化旅游推广大使 王一博不仅带出了家乡的圈子 还顺带宣传了当地的各种文化 看到王一博的热度和人气的助力 让不少文旅特约看到了这波助力角色 更加关注王一博 很多人都在说 王一博为什么会来杭州 自然是拍摄作品热血沸腾 街舞题材作品 这可是开场热度引爆的 这是王一博最贴身的一个角色 作为舞者出身 他在街舞中的表现 也是出众的 这次在杭州拍摄作品 很多人发现这第五季是街舞 也是选在杭州 看来我们期待王队长的回归啊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毕竟爱豆丰的王一博 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嗯 最后 我们还是期待六月的惊喜吧 王一博的新剧上线之前的宣传 势必会一波接一波 新鲜的王一博一定会经常看到 我想知道是否有机会在公共场合见面 王一博难得的网红生意 经验全场 粉丝 两次都凑不计一张脸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找到很多对公司感兴趣的人 因为是端午节 很多娱乐圈的明星艺人都活跃起来 晒饺子 晒晒图 晒自拍随处可见 但王一博却不一般 中午和央视六公主来一波连线祝福 在线祝大家好运 本以为这个假期是那么的古老而平静 没想到王一博居然有事 幽深幽静的水边 四周绿意盎然 倒映着大树倒映在水里 十分符合季节 整个景色也是郁郁葱葱 上面的台阶上 黑衣黑帽的王一博 于口袋里 帽颜压的低了一点 影子也被他的大部分脸遮住了 让原本漏气的一侧脸庞 显得更加神秘 不过从照片来看 王一博的体型已经很瘦了 似乎当年因为长空之王而增肌 现在剪辑还是蛮明显的 窄腰细背宽腰 少女敢呼吸 王一博的突如其来的生意 让粉丝们都挺意外的 毕竟从2022年开始 除了那张滑雪自拍照片 他要么神隐剧组没有任何生意 全靠宣传博客 要么就是转发各种生意代言材料 连账号的权重都在逐渐减轻 这一次创业 怎么能不算是惊喜呢 不过这个正经的 他也真的是太小气了一点 整个人除了背影之外 大部分的风景都出来了 脸色几乎看不出来 不少粉丝都在笑 王一博2022年两次主动创业 凑不计一张脸 毕竟一张他拍的只露出半张脸 也被帽子遮住了 一张被护目镜紧紧遮住的自拍 什么都看不见 粉丝们都知道 王一博已经正式宣布 拍摄电影热血沸腾了 而他们为了街舞自己的剪辑产业 也已经效果爆棚 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式开拍 不过他们这一次也没有感觉 王一博这端商照是禁组 才给粉丝喂饭的 当组里的长空之王之前 王一博那个短视频三天更新 喜马拉雅电台抢公行的生意 勤奋的粉丝不习惯了 开始麻木了 知道是因为马上要了组里 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营业 他就这样 果然剧组吃小孩 拍摄期间全网没有王一博 不过这一次 热血剧组似乎不太一样 刚刚官宣演员阵容 就是几份材料一起放出 不仅气势 就连开幕式都愿意被粉丝看到 再加上曾经的街舞成员加盟 想想这一次的电影拍摄 绝对不会像之前那样多月见不到人了 或许 这也是王一博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生意的原因 毕竟如果后续剧组经常有素材闪现输出 王一博那不是经常需要为四 那这边全景 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说不定假期一结束 王一博就要正式开拍暖暖了 不知道会是什么场景呢 不过也希望他的戏快点播出啊 他自己也拿出了积极的一面 通过作品来体现 王一博进了超有钱剧组 制片人慷慨捐款 大制作很牛 就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 王一博领衔的电影《长空之王》顺利闭幕 听名字就知道这部电影一定和飞机有关 但不是普通的飞机 是我们平时难得一见的战机 电影《长空之王》讲述的是航空空军的故事 影片聚焦新时代90后航空兵在国产战机研制过程中魔力成长 克服困难并变身为故事新时代最可爱的英雄 由于题材特殊 本片大部分在陕西同川空军基地拍摄 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好 目前还没有透露路眼 但在被杀后 该片的制片人之一上海管东影慷慨地捐赠给当地一所高中 不仅包含价值10万元的户外电子屏幕 还有很多书籍 学生们把船员叫得这么有钱 事实上 上海管东影只是这部电影的出品方之一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阿里巴巴影业 博纳影业 荣创等 均是国内顶级的电影制片公司之一 不难看出 剧组的实力 事实上 除了这些商业公司之外 电影《长空之王》也是国家重点项目 包括上海市第一批重点文学项目 建党百年和全小康主题 2021年电影质量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据悉 拍摄《长空之王》的导演之一 平时专门拍摄空军宣传片 拍摄手法很高 无论是纯商业的 资金雄厚的制片人 还是国家电影局的资助 还是专业的导演 总之《长空之王》都会是一部 万众瞩目的电影 期待电影早日上映 大家可以一起去电影院看中国空军 这是平时花钱看不到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